上周四 8月27号 玉佛寺在县址的佛教青年活动中心 将打包好的学生用品捐赠给爱立福学区的七所清寒学校 让学生在新学期里没有后顾之忧 专注于课业上的学习 上周四 玉佛寺在寺内的佛教青年活动中心 将打包好的文具学生用品分送给爱立福学区的七所中小学 各学校代表在下午三点左右陆续来到现场领取这份由华人提供的爱心捐赠 爱立福学区负责人 社区伙伴协调工作的迪琼斯 对华人社区提供这项议举表示肯定 我们很感谢赞助我们的学生需要的充足 这帮助他们开始学生年轻松 并且成为一种成功的学生年轻松 现在我们支持七个小学校 和一个中学校 我们感谢我们的中国和习近平台的学生 都为我们的学生在爱立福学区负责任 谢谢您非常感谢 我们这个活动已经做了20年以上 在这段时间 我们每一年都为7个学生左右 这个艾利夫学区的平寒同学 为他们给他一点帮助 学业上帮助 工具用品帮助 这项活动已经持续了20多年 这次赶在开学前 分送价值3800多元的学生用品 捐赠给清韩学校的学生 也是希望让学生开学后 能够无后顾之忧的安心学习 也为华人在美国主流社会 建立了良好形象